知识点12金融资产的伎俩 我们前面谈到了金融资产 我们根据管理它的用模式和合同先进两样特征 将其分类为三大类 贪、中、损 贪的话是一道的会计科目 有贷款、债券投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等 中的话是一道债券性投资 有其他债券投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等 当然了,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在猎报的时候 就应该叫应收款项融资 除此以外,我们的中还有一个特殊指定 我们可以将非交易性的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而对于损,它是倒计出来的 它既可以是债权性投资 也可以是供权性投资 合算科目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里边涉及到贷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的伎量 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 那接下来,他们就重点来说 债券投资、其他债券投资、其他权位投资 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伎量 先来看 第一个,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购入债券为例 科目呢,债权投资 它只能核算债权性投资,不能核算供权性投资 包括它的粗食计量、后续计量以及最终的处置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来说粗食计量 整体的原则 第一,按照公元价值和交易费用之和 作为粗食入账金额 也就是说,交易费用应该寄入到债权投资的粗食 投资成本中去 那如果我们粗食计量的金额里边 包括已到负息期但尚未领取的资产利息 那要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我们花的钱,贷银行存款 这是包括交易费用的 然后,进入到债权投资 它有两个明细 一个是成本,一个是利息调整 考试的时候,这两个明细是要写上的 那金额是多少呢?成本就是它的面值 综括号里面的不用写 综括号里面的是我给你解释说明的 是它的面值 那利息调整呢?就是倒借出来的 那如果说我们购买的价款里面 包括已到负息单身为领取的债权利息 我们要单独确认为应收利息 或者是债权投资应激利息 此处大家需要注意 应收利息和应激利息有什么区别呢? 注意,我们买的债权到底是 分期负息到期还本还是到期一次还本负息呢? 那不一定啊 如果是分期负息到期还本的话 我们的利息用应收利息 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负息的话 我们的利息用债权投资应激利息 也就意味着应收利息是一个一级科目 而应激利息它是债权投资的二级明细 需要分清楚啊 这是粗食计量需要注意的两个点 接下来说后续计量 整体的原则 第一个要采用实际利率法 按照贪成本或是账面价值进行贪销 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确认利息 因为我们的债权有可能是折价发行的 有可能是溢价发行的 也就意味着这个票面的利息或者叫名义利息和实际利息会不一样 那我们借方确认应收利息 这个是分期复息到期还本所存的利息 或者是债权投资应激利息 这个是到期一次还本复息所确认的利息 这两个利息呢 都是明义利息 也就是票面利息 等于多少 等于票面的金额乘以票面年利率 咱们可以简单的把它记成双面相乘 面值乘以票面年利率 简称双面相乘 这是明义的利息 那实际的利息呢 那我们应该在大一方确认为投资收益 如果明义利息和实际利息一样的话 那记载上方就不存在差额了 直接应收利息 或者是债权投资应激利息 代投资收益就完事了 那实际利息和明义利息不一定一样啊 为啥呢 因为实际利息是需要单算的 实际利息等于多少呢 它等于期初的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因为明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可能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要拿着期初的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那这个是适用于简直模型的前两个阶段 如果是简直模型的第三个阶段呢 那我们要拿着期初的贪余成本来乘以实际利率 这个时候同学们发现了 前两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区别在什么呢 就在于我们到底是拿账面余额乘还是拿贪余成本乘呢 那账面余额和贪余成本有什么区别 如果没有简直的话 账面余额就是贪余成本 期末贪余成本等于什么呢 不是账面余额 它就等于期初的加上本期所产生的利息 减去本期的现金流入 如果具体的减值了呢 具体的减值 那这个贪余成本是等于账面余额减去减值准备的 我们整体而言 其实账面余额和贪余成本两者之差 就是减值的金额 那我们在计算利息的时候 到底是拿着减了减值之后的金额乘以实际利率 还是拿着没有减减值之前的金额乘以实际利率呢 看减值是哪一个阶段 如果是前两个阶段 说明这个减值不严重 对不对 那我们是拿减掉减值之前的金额 也就是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如果到了减值第三个阶段 那说明减值严重了呀 所以我们是拿着账面余额减去减值 得到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得到这个实际利息 确认投资收益 借方是明义利息 代方是实际利息 那两者之间有差额 差额呢 却倒挤出来 进入到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那这个利息调整 有可能在借方 也有可能在贷方 为啥呢 因为它其实是在充减我们初始计量的时候 所确认的这个利息 我们初始计量的时候 这个债设有可能是折价发行 也有可能是溢价发行 所以这个利息调整 有可能在借方 也有可能在贷方 那我们在后续计量的时候 其实是在充减初始计量 所确认的那个利息调整 所以它是也有可能在借方 还有可能在贷方 那么当然了 对同学们做题的时候呢 你不要想那么多 就是单纯的 借方确认了名义利息 代方确认了实际利息 倒挤出来的 差额就是利息调整 就可以了 就比较简单 咱们对造着教材上的那条利铁 咱们把这个金额呢 来给大家说一说 我们教材上 我们是以一千万卖的债券 那么这个债券呢 它是折价发行的 相当于我们第一年年初 我们买的这个金融资产 我们投资了多少钱 是不是投资一千万呀 我们一千万买的呀 就是我们投资了一千万 其实也就是说 人家欠我们多少钱 人家欠我们就是一千万呀 人家欠我们一千万 这是期初欠的 那本期会产生多少利息呀 实际利率是10% 那期初我们借个人一千 本期产生利息 是不是就是一千乘一百分之十 A乘一百分之十就是一百 这是本期产生利息 如果说本期人家没有还我们钱的话 是不是期末 他还欠我们的就是一千加一百 就是期初的本金 加上本期的利息 那期末 他还不还我们钱呀 还 还了五十九 这个五十九呢 其实就是名义的利息了 也就是借方的应收利息 五十九 那还了五十九 这是减啊 减五十九 那得到期末 他还欠我们多少钱呀 是不是还欠我们1041 就是A加B减C 就得到期末 他还欠我们1041 那这个就是我们 所持有的债权投资 期末他的账面余额 如果没有发生减值的话 那么贪于成本也就是这么多 接下来 第二年年初 我们投资进去的钱是多少 那就是上一年年末 他欠我们的呀 1041啊 本期会产生多少利息 那期末投资是1041 实际利率是10% 所以第二年是不是产生利息 就是104 咱们四舍五入了啊 直接保留总数 第二年是不是又给了我们一个名义的利息 那我们减掉五十九 所以期末 他就还欠我们的是1086 如果没有减值的话 这个就是贪于成本了 那如果说发生减值了 比如说发生了二十万元的减值 好 接下来 第三年 第三年七初 这个贪于成本是多少 那应该减掉这二十呀 贪于成本应该减掉这二十 但是第三年这个实际利息咋算呢 我们说实际利息等于账为一个乘以实际利率或者是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我们要看是减值的哪一个阶段 如果这二十万的减值是减值的前两个阶段 那此处我们需要拿着1086减去二十再乘以10%吗 不需要 前两个阶段的话 还是拿着1086直接乘以10% 四十五入 109就可以了 只有说是第三个阶段的话 我们才需要拿着1086减去二十 再去乘以10% 这是这个故事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每年都这么算 七初的加上本期所产生利息减去本期的现金流入 也就是明义的利息就可以得到期末的贪于成本 那对照着我们上面的这个账用处理 如果说是分期复期到期还本的话 我们借应收利息每年都是59带投资收益 那就是这里边币的金额了 第一年就是100 第二年就是104 第三年就是109 以此类推 那到底出来利息调整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没毛病 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再次呢 需要注意啊 如果此处不是分期复期 而是到期一次还本复期 那我们借方应该用债券投资 应激利息 用应激利息的话 这个金额还是59吗 那这是票面上标明的呀 面值乘以票面年利率还是59 对吧 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这个实际利息就变化了 为啥呢 因为每年他都没有还我们钱 这个C的金额每年都变成零了 没有还 那这个D的金额是不是也就变了呀 那下年的A的金额也就变了 所以下年B的金额也就会变了 因为C变成零了 虽然我们借方所确认的票面利息还是59 但是没有现金流入 因为到期次还本复期的话 只有最后一年才会有现金流入 前几年的这个C都是零 这是在你列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一旦我们把这个表列好了 这个账务处理是比较简单的 借方应收利息或者应激利息 永远是顺便相成 代方投资收益永远就是表格中B的金额 但是这个表格中B的金额又取决于C的金额 它是整个一脉相成的 如果你有一个数错了 后面就都错了 这是这个表非常重要 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有同学可能就问了 说老师考试的时候我要写这个表 那这个表是在你的草稿纸上写的 那么当然了 这个表咱们前面在讲固定资产 它的粗食计量 我们讲分期付款购买固定资产的时候 是不是也讲了这个问题 A加B减C等于D 在此咱们就是第二次讲解了 后面我们到收入到租资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咱们一次次把它加深 虽然它只是在草稿纸上写的 但是它对于我们的账户出力是非常关键 好 接下来 实际律法摊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确认利息 收本收期 我们要分情况 是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还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如果说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话 那我们上面确认的是应收利息 现在收利息我们就贷应收利息 那到期收本的话 我们借一样存款贷债权投资 成本就可以了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话 那么这个利息我们前面所确定的是 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所以现在我们收取本金收取利息的话 这个利息也应该是应计利息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减值 对于我们第一类金融资产债权投资 它是可以提减值的 提减值的时候注意 借方不是资产减值损失 而是信用减值损失 带什么呢 带债权投资 减值准备 那这个金额是会影响我们 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 同时也就是它的贪欲成本 是会受到影响的 在我们减值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我们在确认实际利息的时候 不用减掉这个减值 在第三个阶段 我们确定实际利息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减掉这个减值 再去承认实际 应计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好 第三个 如果我们的债权投资 中途处置了呢 我们说债权投资 它是第一类金融资呀 第一类金融资 我们是要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收本收息的 那存不存在 中途处置的情况呢 当然是存在了 我们原本 我们管理它的用模式 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但是有可能中途就是处置了呀 是 可以的啊 那么处置的时候 我们所收到的价款 就借银行存款 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要进入到投资收益总续 我们要把债权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 给它终止确认 它的账面价值 就包括它的各个明信 成本 利息调整 应计利息 都被它终止确认 同时 如果之前提了减值的话 把减值准备也终止确认 倒计差额 就是投资收益了 那有可能赚了 也有可能亏了 所以投资收益 有可能在街坊 也有可能是在大一块 这是第一类金融资 接下来再说 第二类金融资 是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能前期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既然是分类的话 它就只能是债权性投资 而不能是股权性投资了 股权性投资的话 它是第二类金融资 只能是指定 所以做题的时候看经了 到底是分类的还是指定的 分类的话是其他债权投资 指定的话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区分清 咱们来看 初时计量 这块初时计量两个原则 和我们前面讲债权投资的两个原则 是一样的 首先咱们来看 我们还是按照供引价值和交易费用之和 作为初时计量金融 我们花了多少钱 带银行存款 包括交易费用 然后进入到其他债权投资中去 两个明信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利息调整 那成本反映的是它的面值 利息调整呢 就是道解出来的 这个明信是必须要写的 中括号里面的是我给你解释说明的 这个可以不写 那如果说我们购买价款里边 设计到已到复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在身利息 我们单独去认为应收赏 那同样的还是去看 到底是分期复息 到期还本 还是到期一次还本 复息 如果是分期复息 到期还本 我们用应收利息 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复息 我们用应激利息 那应激利息还是二级明信 把它的一级科目带上 前面咱们讲债权投资 那一级科目就是债权投资 应激利息了 是不是 那现在呢 是其他这些投资 所以应激利息的一级科目 就是其他债权投资了 需要注意 这是初始计量 和我们前面讲的债权投资 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在这前面加了其他两个字而已 接下来看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的第一步 也是与债权投资一样的 都是按照实际利率法去进行 潘销确认利息 借方应收利息 或者是其他债权投资应激利息 那现在你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 这是明业利息 等于多少 等于双面相乘 面值乘以票面年利率 得到明业利息 那我们到底是用应收利息呢 还是用其他债权投资应激利息呢 那看是分期复息 还是倒计一次还本复息 分期复息用它 倒计一次还本复息用它 是不是咱们就很熟了呀 这是明业利息 代方确认投资收益 这个是实际利息 实际利息等于多少呢 等于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或者是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对应这还是去看 有减值的话 是处于减值的第几个阶段 其实通常同样呢 它考咱们的是没有减值的 没有减值的话 那账面余额和贪于成本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不用再次纠结了 直接得出结果就可以了 是不是 借方明义利息 代方实际利息 出来了 倒计差额 记录 其他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就可以了 那这个肯定是方向 与购入是相反的 因为最终我们合同了结 是把这个利息调整 充分0了嘛 所以肯定是与初时计量相反的 好 实际利息 确认利息 同学们就会了 那接下来就是收本收息 这个和债权投资也是一样的 看是分期付息 倒期还本 还是倒期一次 还本付息 如果是分期付息 倒期还本的话呢 我们用 应收 利息 如果是 倒期一次还本付息的话呢 我们用 应记 利息 这个 看熟了吧 好 接下来 咱们来说一下 其他债权投资 和债权投资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看前面的两条 都是和债权投资 一样的呀 下面就是和债权投资 不一样的 我们要干嘛 调公允 其他债权投资 这是第二类 用它 它是以公允加计量 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所以 即便按照实际律法 摊销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 调公允 要让它的账面价值 反映的是 它的公允 调多少 借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加的变动 带其他综合收益 注意 调公允的对方科目 是其他综合收益 因为这是第二类 金融资产 非常重要 那这个账数有可能是反向的 因为它有可能调增 也有可能调减 注意啊 调公允 它是在实际律法摊销之后 您再去考虑调多少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接下来 第四步 提减值 我们债权投资也提减值 其他债权投资也提减值 借方都是借戏用减损失 这是共同点 贷方就不一样 我们刚刚讲的债权投资 贷方是债权投资 减值准备 而对于现在所学习的 其他债权投资 提减值 信用减损失的对方科目 不是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减值准备 而是 其他综合收益 非常重要啊 为什么它是其他综合收益呢 为什么它就没有用 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呢 没啥 因为我们说 第二类金融资 它是以公引加减量 公引加运动 记录其他中国收益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调了公引了 西莫这个其他战投资 是不是在此已经反映为它的公引价了 那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再提一个简直 再去调它的账面价值吗 不要了 因为已经反映为它的公引价了 所以不需要再去影响它的账面价值了 那我们不能用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减值准备 我们用什么科目呢 你去想 因为这个其他债权投资 它曾经调了公引 调了公引 对方根本是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我们现在信用减值损失的对方科目 也是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这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减损失通过其他综合收益确认 不减少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只有第一类金融产再去投资 它提前着会影响它的账面价值 而第二类金融提前着是不影响它的账面价值的 TRA3和TRA4非常重要 因为它和低类金融不一样 所以很多同学比较容易出错 接下来再来看 其他债权投资如果处置呢 分两步 第一步 处置所得的价款与账面价值差额 进入投资收益 收到多少钱借银行存款 然后把其他债权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给它充减掉 那就包括它的各个名息 包括成本 包括利息调整 包括应激利息 还有公元价值 变动 所以这个应激利息只有在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时候 才会涉及到 把它的账面价值全部充了 倒计差额就是投资收益 有可能在借房 也有可能在贷房 这是第一步 还没完事呢 那我们刚才讲债权投资的处置 是不是就只有一步 现在我们讲其他债权投资处置 这一步还没完呢 还有一步干嘛呢 我们之前不是调了公元吗 公元价值变动 进入到其他中国收益了 那这个其他中国收益 它不能在这待着了 为啥呢 因为其他债权投资都处置了 那这个其他中国收益呢 它要对应结转 结转到哪里 是结转到头子收益走去 那我们之前调公元 它有可能是调增了 也有可能是调减了 所以这个其他中税 有可能在借房 也有可能在贷房 所以我们在结转的时候 有可能是往贷房结转 也有可能是往借房结转 所以这个上处有可能是反向的 那么除了我们调公元 这块涉及到其他中税 我们再提减值 这块是不是也涉及到其他中税 同样的道理 这个也是需要结转的 最终我们其他综合收益的余额 这是零 累计变动额都需要给它转出 这是其他债权投资 它的快捷 所以 接下咱们再来看 第二类中产除了分类的 还有一个是指定的 那如果是指定的话 它只能是股权性投资 而不能是债权性投资 我们将股权性投资 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券 投资 它的账务处理 先来看 初始计量 我们是按照公元价值和交易费用之和 作为初始入账金额 也就是说它的交易费用 也是记录到初始入账金额的 那我们买股票 股票里边也可能会涉及到 以宣告发放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 前面我们讲的是 以到费息单上未领取的债权利息 我们确认为应收利息或者是应记利息 现在买的是股票或股权 那这个是以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我们单独确认为应收股利 对于利息的话 我们需要去区分是应收利息还是应记利息 因为它涉及到分期复息到期环本和到期次环本复息 而对于股利的话就不涉及到了 是不是 我们直接确认应收股利就可以了 我们一共花了多少钱贷银行存款等等 这里边也是包括交易费用的 把应收股利单独的拿出来 剩余的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这个明信也是需要写的 综合号里面的是我给你补充的 那你不用管 好 接下来后续计量 那第二类用的 我们是以供应价计量企业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我们要调供应 供应价值变动 记录到其他综合收益 如果调增的话 就是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应价值变动 明信要写上 带其他综合收益 那如果说调减的话 就是反向了 调了公云 我们这类金融赛要不要提减值呀 我们前面讲债权投资 其他这些投资都是要提减值的 而对现在所学习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是不提减值的啊 这个需要注意 那只有期间被投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我们就确认 应收股利 带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只有这个是确认投资收益 会影响会计利润的啊 收股息的时候 我们借银行存款带应收股利 就可以了 最后是处置 两步 第一步 我们处置所收到的价款 进入银行存款 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的账面价值给他冲减掉 包括他的两个免信 成本和公允价值啊 变动 那这个公允价值变动 之前有可能在借房 也有可能在贷房 所以我们冲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在贷房 有可能在借房 好 收到价款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呢 注意 是记住 留存收益 不是投资收益啊 是留存收益 那留存收益的话 我们就需要自己去 在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中去分了 当然了 这个差额有可能在借房 也有可能在贷房 一般情况下 我们盈余攻击分10% 利润分配未分 90% 这第一步 还没完了 还有第二步 为啥呢 因为同样的道理 我们之前调公允的时候 对方根本就到了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现在把其他权贵投资卖了 那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呢 也是需要对应着进行结转的 结转到留存收益中去 当然了 有可能是往借房结转 也有可能往贷房结转 看其他综合收益的余额在哪里 这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计量 看起来是不是和前面所讲的 其他债权投资就比较容易搞祸 大家一定要把它多梳理一下 接下来最后一个是第三类金融资 以公允价计量企业变动技术 当其随意的金融资 它既可以核算债权性投资 也可以核算股权性投资 快递科目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们来看它的粗食计量 按公允价值计量 相关交易费用 记住到当期随意 也就是投资收益 有没有发现 这个交易费用的计量 和前边我们所学习到的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都不一样 注意 对于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 只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是记住到当期随意 而除此以外的 这些投资 其他这些投资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相关的交易费用 都是记住到金融资产的 初始入涨金额中去的 它是入资产的成本的 而交易性金融资的交易费用 是记住到投资收益的 这是 不一样的地方 要特别的关注 除此以外 以到复兴但稍未领取的 再说利息 或者是以宣告但稍未发放的 现金股利 那我们同样的单独确认为 应收项目 可能是应收利息 也可能是应收股利 单独确认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 一共花了多少钱 在银行存款 其中这里边包括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要单独拿出来 进入到投资收益的借方 那剩余的再倒计出来 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的金额 这个明信也是需要写的 接下来 后续计量 资产费代表日 我们要调公元 公元价值变动 进入到公元价值变动损益 如果调增的话 借交线中心产 公元价值变动 代公元价值变动损益 调减的话 反向就可以了 这类金融资呢 也是不计提减值的 所以只有债权投资和其他这类投资提减值啊 其他权位投资和交易金融资都是不提减值的 只有这间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或者是我们要确认应收利息 那我们就借应收股利或是应收利息 代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收的时候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 因为它是既可以核算股权性投资 也可以核算赛权性投资 所以这块既是一道股利 也是一道利息啊 都有可能 接下来 出售 我们出售所取得的价款 确认银行存款 当然了 要扣除掉相关手续费 看我们所取得的净额是多少 然后把交易金融资 它的账面价值给它撑减掉 包括它的两个名气 成本和供应价值变动 倒极差额 记住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那这个投资有可能在借房 也有可能再带一道 再次需要注意啊 我们原来旧的诊责呢 是需要把交易金融资产 它调供应的对方科目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转到投资收益 在最终处置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节转的问题 而按照新的诊责呢 对于处置交易金融资产的时候呢 之前的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不需要转到投资收益了 为啥呢 因为我们之前调供应对方科目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它之前在资产责代表日 已经转到了本年利润 所以到新的一年 就不存在这个供应价值变动损益了 那我们最终在处置交易金融资产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再去进行截转了啊 是按照新的诊责 一个新的要求 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那整个我们债金投资 其他债金投资 其他权益投资 以及交易金融资产的处理都说完了 不知道同学们记住了多少啊 所以最终呢 咱们再通过这个表 以填空的方式 来整体的给大家梳理一下 金融资产 它的初始计量 后续计量 和最终的处置 如果说后期你忘了 您就没事 把这个表填一填 我们来看一下 初始计量 这块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个是交易费用 一个是单独要确认 应收项目 我们先说交易费用 他们四个 谁比较特殊 是不是只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交易费用 是记录到投资收益的借方 而其他的三个交易费用 是记录到金融资产的 初始入账金融总续的 第二个应收项目 我们分债券和股票 对于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和交易金融资产而言 那涉及到债券 这个债券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区分 是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还是到期次还本付息 那如果是分期付息 到期还本的话 我们应该劝的是 应收利息 而对于到期次还本付息的话 我们应该确认的是 应记利息 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而言 他所核算的是股权性投资 当然了交易金融资 他也可以是股权性投资 那我们要确认的就是 应收股利 在此大家需要注意 债权投资的话 有应收利息和应记利息 其实通常考核的就是应收利息 有极其特殊的情况 谈到应记利息的 您不要把这个特殊情况忘了 这是初始计量的两个问题 接下来是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我们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实际利率法摊销的问题 我问你这四个金融资产 哪几个会涉及到 需要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 A加B减C等于D的 谁呀 是不是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 会涉及到啊 而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和交易金融资产 是不涉及到 第二个 调公运的问题 他们四个谁会涉及到调公运的问题呀 债权投资涉及到吗 他是实际利率法摊销 完了 是不是 不用调公运 而对于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和交易性金融资产 他们三个都是要调公运的 那调公运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 对方科目是什么呢 对于其他债权投资 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们两个对方科目 都是其他综合收益 而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而言 他的对方科目是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再说提减值的问题 他们四个谁会涉及到提减值的问题 在一投资和其他这一投资 而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交易性金融资 是不会涉及到提减值的问题的 接下来提减值 我们张罗粹怎么做 都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注意不是借资产减损失 而是借信用减损失 那是什么呢 债权投资的话 是借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它是会影响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 而对于其他这些投资 它是借信用减损失 带其他综合收益的 它是不会影响 其他这些投资的账面价值的 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来说最后处置的时候 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有没有差额 差额就到哪里 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存在 什么需要截转的问题 咱们一起来说 先说债权投资 我们处置它的话 有没有差额呀 那我们处置收到价款 和它账面价值之间 肯定会存在差额 这个差额呢 我们是记录到投资收益总券 存不存在什么需要截转的问题呢 是不存在的 第二个 其他这些投资 存不存在差额 有 我们把其他这些投资 处置的时候 和它账面价值之间 有差额呀 差额进入到投资收益 存不存在 结转的问题呀 存在呀 因为之前它调工员 以及提检值 对方科目有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要对应着 给它结转到哪里呢 结转到 投资收益中 确一定要做益 是投资收益 最后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我们处置的时候 差额就在哪里 差额是进入到 留存收益 由于攻击 利润分配 未分 取分 存不存在 什么要结转呀 存在 之前调工员的时候 对方科目 其他综合收益 要给它 结转到 哪里呢 注意 上面这个是 结转到投资收益 而对于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而言 是结转到 留存收益 不是投资收益 最后一个 交易性云产 从手存在 差额 就到哪里 进入到 投资收益 存不存在 结转问题 不存在 按照新的正则 它不需要 再去进行 结转了 看看 这个表 所 讲的 情况 就很全 如果说 你忘了 尤其是 在 体检值 差额 以及 结转 这块很多同学容易搞混 特别是 关于 其他宗收益 到底要结转到 哪里 特别容易搞混 把这个表 多填几遍 记轻了 千万不能忘了 这是最基础的 问题 好 接下来 咱们来通过题目 联系一下 19年 考核了一个 计算分析题 这道题呢 三问 其中 第三个资料 对应着第三问 咱们已经 在金融负债和 权益工业的区分 那一块 已经讲过了 那现在呢 咱们就讲 第一问 和第二问 我们来看 假公司 哪一家上市公司 相关年度发生 与金融工具 有关的交易 或是相容下 本体不考虑 相关税费 及其他因素 第一问 根据资料一 判断 假公司所持 已公司债券 应予以确认的 金融资产类别 想问什么 想问我们 对于金融资产 我们应该进行分类 根据管理他的用模式 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其分类为 贪中损 看看我们现在 所持有的这个债券 应该分类为 哪一类 并编制于 购入 持有 及出售 已公司债券 相关的 会计分类 先考分类 再考 计量 第二 根据资料二 判断讲是 所持 丙公司 可转换公司 债券 应予以确认的 金融资产类别 那同样的 还是 分类为贪中损 但是咱们一看 就知道 可转换公司 债券 因为它附带了 一个转股权 所以我们持有方 只能将其分类为 损 第三类就在 因为它不能够通过 SPPI测试 它不满足 合同 现金流量 单纯的收税 本金和利息 所以智能是 损 资料都不用看 都知道 答案 让我们说明理由 您按照我们的套话 去说就可以了 并编制于 购入和持有 品公司 可转换在这 相关的 快捷 分类 来 资料一 2058年7月1日 假公司购入 以公司同日按照面值发行的债券 50万张 该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面值总额为5000万元 那就是50乘100 5000万 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 根据以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 该债券的年利率为6% 与实际利率相同 自发行之日起 开始计息 债券利息 每年 支付一次 于每年6月30日 支付 期限 为5年 本金在债券到期日 一次性 偿还 那就是 分期付些 到期 还本 那我们就不需要用英文记利息的 就是 一应收利息 假公司管理 以公司债券的目标 就是我们管理它的 亦有模式是什么呢 是在保证日常流动性需求的同时 维持固定的收益率 那其实就是说 我们既想要收本收息 又考虑 如果我们企业资金不足了 我们要保证日常流动性需求 那也就是要适时的考虑 出售它 我们既想收本收息 又考虑适时的出售它 那这属于我们管理它的 业务模式中的第二种吧 我们应该将其分类为 第二类金融产 是 中 那核算科目就是 其他债权投资 2058年12月31日 加弗斯所资以无私再次的供应价值呢 是5200万元 大家需要注意 在2058年12月31号 我们是不是需要先去确认半年的利息呀 有半年应收的利息 那我们收了吗 还没有收呢 因为利息是每年支付一次 于每年6月30号支付 所以我们需要先确认半年利息 没支付 那就代表着这个供应价值 5200万元中 是包含半年的利息的 如果它没有加一个括号 单独说不包含利息 那就是包含利息的 所以我们在进行调供应的时候 需要先把半年的利息给它抛除掉 这个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先把半年利息抛除掉 再去看调供应该调多少 然后2059年1月1日 将次基于流动性的需求 将所值已公司在车全部出售 取得价款5202 那这个5202里面包不包含利息呀 当然是包含的 因为6月30号才支付利息 我们1月1号就把它卖了 利息还能收到吗 收不到了 所以我们在将这个其他债券投资 出售的时候 我们应该将12月31号 所券的应收利息 也对应着终止确认 最后再看到底是卖赚了 还是卖亏了 咱们来看 首先应该回答 我们应该将其分类为 第二类金融资产 以供应加基量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作业 回答的时候 您把这个话说全了 您别直接说 应确认为其他债券投资 那是核酸科目 我们现在说的是 分类为哪一类金融资产 然后再说理由 说理由的时候 您说关键的话 我们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就是单纯的收取本金和利息 再有一个就是管理它的业务模式 那这个是题目中的套话 您复制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说明蒋夫斯管理 该在线的业务模式是 既要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又要出售 那我们将其分类为 第二类金融资产 接下来来看计量的问题 租实计量 我们是花了5000万 所以借其他债券投资 明细成本写上5000 因为是按照票面买的 所以就不税到利息调整的 这个明细了吧 那也就不税到后续 我们按照实际律法摊销的问题了 所以此处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考十一律法摊销的话 你也得会 我们这个题他没有考十一律法摊销 接下来到12月31日 我们要确认半年的利息 即应收利息带投资收益 5000的面值乘以票面利率6% 乘以十二分之六 是半年的利息150 顺着利息之后 接下来才是调公允 公允价值在12月31号是多少呢 是5200是题目中告诉我们的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能不能够把5000直接调整到5200呢 不能 为啥呢 因为这5200他没有说不包含利息 那就是包含利息 包含利息的话 我们有150万的应收利息 那我应该剔除掉 其实也就是说 从5000怎么变成5000 其中有150利息 还有50呢 那是公允价值变动 所以我们在进行调公允的时候 我们应该调的只能是50 而不能是200 因为这200里面有150的利息 所以再次应该是 借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带其他综合收益 第二个精彩调公允对方公允 其他综合收益是50 注意 提不动公允价值5200 没有指明是否包含利息 那就是为包含利息 如果题目条件这个5200 此次我加个括号 说不含利息 人说的很清楚 不含 不含的话 那您这确认150的利息 这块调公允200 看清楚题目 人家咋说的 人家没有特别说明 那就是包含利息 在某九年的1月1号 我们把它卖 卖了5202 借银行金块 带其他债权投资 把他的两个明细 给他撑减掉 两个明细合起来 就是5050 是不是我们把其他债权投资 卖了 那这个利息 我们也收不到了呀 卖给谁了 让他去收 我们就收不到了 所以我们应该终止确认 我们原来所确认的应收利息 是150 最后倒几差额 投资收益 说明我们卖赚的只有 两万块钱 再次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有同学呢 就错在了这个利息的地方 您调公允调错了 接下来处置 也就一连串的错了 我们卖的时候两步 第一步是确认 损益 第二步呢 还要把之前条供应的 对方科目其他中收益 无时给他截转到 投资收益中去 此处为什么不是 截转到留存收益 而是投资收益呢 因为我们是 其他债权投资 所以是接转到投资收益 如果是其他权益攻击投资呢 那是截转到留存收益 别搞混了 同事们 好 这是第一个资料 我们说完了 这次来看资料2 2019年7月1日 甲公司从二级市场购入 比资公司发行的 五年期可转换债券 10万张 以银行存款支付价款 1050万元 另支付交易费用 15万元 那这15万元的交易费用 到底应该进入到哪里呢 我们得去考虑 我们所购买的可转换债券 它分类为哪一类金融资产了 其实我们前面又提到了 可转换债券 因为它附带了一个转股权 所以它合同刺激流量 就不是单纯的收取本金和利息 那就意味着它不能够通过 SPPI测试 它只能是第三类金融资产 也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如果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话 我们的交易费用就应该进入到 投资收益的Z方 那就意味着进入到 交易性金融资成本的金额 就是1050万元 放下看 根据比资公司可转换债券的募集说明书 该可转换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票面年利率1.5%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于可转换债券发行之日起 每满一年的当日支付 那也就是分期付了 所以我们用的是应收利息还是应激利息 当然是应收利息了 可转换债券持有人 可与可转换债券发行之日 满三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期 直到期日之 按照20元每股的转换价格 将持有的可转债券 转换为比资公司的普通股 这就是转股权 2059年12月31日 当时所持上座 比资公司可转债的公元价值为 1090万元 那我们确认为交新金融资产 之前是1050万元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应该去进行 调公允 调公允的时候和我们题目资料一 那个调公允对比区别一下 您看看这个公允价值 是不是人家就加括号说明了 是不含利息的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之前 确认了半年的利息 需要在调公允的时候考虑吗 我们确认利息归确认利息 调公允单独的去调 40万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1090里面是不包含利息的 人家说的很清楚 那和我们资料一 那个调公允就不一样 我们来看答案 怎么说 首先说 可转换在这 它应该分类为第三类金融资产 把这个名字给它说全了 为啥呢 因为可转换在这附带了转股权 所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估 它就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所以只能分类为第三类金融资产 您把这个关键的话 给它说上就可以了 相关的账务阻力 首先咱们一共花了多少钱呀 是1050加上15万的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我们要单独进入到 投资收益的吉野帮 剩余的我们倒击出来 1050记录到 交易金融资产的成本总确 到12月31日 我们要确认半年的利息 乘以利率1.5%乘以十二分之六 这是半年的利息 7.5 借应收利息大投资收益 接下来调公云 人家说了 不包含利息的供应价是1090 所以我们调公云 直接调整 增加40万就可以了 借交易金融资 供应价值变动明信给它写上 但供应价值变动损业 40万就可以了 好 那到此为止 我们这个知识点呢 就说完了 这个知识点 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先把基础打好 后面呢 我们金融资产 还会和长期股权投资 合并报表结合来进行考察 所以这个质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此 最重要的就是同学们 把我给大家画的那个图表 把它填上 你要是忘了 你就再来填一遍 包括它的初时计量 后续计量 以及最终的处置 不停的回顾 不能有任何一点出错 因为它考核你的 每一个小点 都和下面的一步 息息相关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全部把它到位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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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